道圣和夫 干法三 在干法中 道圣和夫把自己的工作观乃至人生观 用一个方程式表达出来 就是 人生 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 乘以热情乘以能力 在这个方程式中 只有高能力或者高热情都是不行的 只有两者分数都比较高 才可以取得高分结果 而思维方式更影响整个分值 首先 即使能力高 而热情不高 则不可能得高分 道圣和夫明确认为 人可以也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点火就着得可燃行的人 第二种 是点火也烧不起来的不燃行的人 第三种是 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自燃行的人 而一个团队内的不燃行的人 套用上面的公式就像是热情为零的人 纵然有能力 但无论如何激励 依然没有任何工作动力 最后的得分 最后的得分依然是零 道圣和夫明确地说 这样的人必须请出团队去 其次 如果能力的分比较低的话 通过热情的高分 也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勤能捕捉 比如 能力是90分 如果热情不高 只有30分 则只得2700分 如果能力只有30分 热情高达90分 得分依然是2700分 这也是道圣和夫观察到的现象 能成就事业的人 不是那些聪明的人 而是那些愚钝的人 因为他们能力的分虽然不高 但热情很高 而且长期坚持后 能力不断提升 得分就会不断升高 第三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 思维方式的分值 是从负100分到100分 直接决定得分结果的天壤之别 如果持有正面的思维方式 人生工作的结果 就会是一个更大的正值 相反 如果持有负面的思维方式 哪怕是很小的负数 总成绩一下就成了负值 而能力越强 热情越高 反而会给人生和工作 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这是无情的现实 所以作者警告说 如果负面的思维方式不改正 不管你有多少财富 你都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 什么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 道圣和夫在书中给大家开出了清单 一共有11条 1. 积极向上 2. 善于与人共事 有协调性 3. 性格开朗 对事物持肯定态度 4. 充满善意 5. 能同情他人 宽厚他人 6. 诚实 正直 7. 谦虚谨慎 8. 勤奋努力 9. 不自私 无贪欲 10. 有感恩心 懂得知足 11. 能克制自己的欲望等等 如果对照这个清单 就会发现 即使有什么好的干法 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 还是你的工作价值观 人生价值观 这正是当代人最为脆弱的一面 多少人没日没夜的工作 多少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却从来没有想透 什么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 于是不管到了多高的位置 积累了多少财富 却依然在迷茫着 彷徨着 甚至走向疯狂和毁灭 这是最需要恶补的时代课